不过当然在电话里面 要讲到钱这个字 真的是太过敏感了 所以似乎呢 捡到也发现很多的官员 都会用密码来作为钱的代号 那么像是前消防署长黄继敏 就是用大写的 英文大写的B来作代号 那么李朝青呢 则是用葡萄来作代号 那么赖素如呢 现在被捡掉发现 他也用小花来作代号 像是一朵小花就代表 一百万元来跟厂商购支架嘛 所以呢这里面 陈宏道呢就有跟贾二庆啊 里面有讲说啊 这个大小姐呢 先要一朵小花 顺利的话再给三朵 事后剩下六朵全部给她 刚好凑成了一三六 最后变成了一千万元 那似乎呢 就有网友呢 直接来哭手 还用一朵小花 或者是路边的野花 不要踩 要来哭手赖素如 一朵小花 热摊被关的赖素如 听到这几个关键字 眼睛恐怕都要亮起来 因为一朵小花 后头代表的是一百万 姐姐唱过的 你有没有在听 一菜就出事 还被网友拿来哭手 虽然赖素如 大达摩斯密码站 最后还是被破解 看看陈宏道和贾二庆 在对话中提到 大小姐先要一朵小花 顺利再给三朵小花 事后剩下六朵全给他 算算一朵三朵加六朵 总共十朵等于赖素如 向厂商开口要一千万 其实爱用代号的 不止赖素如 三二三 三三二三 临时所汇八千三百万 还要求三笔缴款 要求陈启祥依序给三千万 三千万接着是两千三百万 还有前消防署长黄继敏 也被搜出关键政策上 画有行星记号和英文字大写B 一纸brother详细记载黄继敏的 收汇细节 南投县长李朝青 则是用葡萄很甜 作为汇款代号 代号是大小姐赖素如 这次依旧使用代号战术模糊视听 也让外界大开眼界 三零新闻花人三零新 看不到